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第六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甲间以后两人轮流在黑板上写三到八之间的正整数 也就是三四五六七八 规定每次在黑板上写的数都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它的任何因数都不能是黑板上已写的数 最后谁不能写了 谁就输了 如果甲是第一个写的 问谁又必成策略 第二小问就是 它的逼生策略是什么呢 如果换一下 如果换成写三到九的话 那么谁有逼生策略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如果写的是三到八 也就是三四五六七八 甲第一个写 以第二个写 甲第三个写 以第四个写 这样 那同学们要想了 对于一个游戏来讲 肯定我们先要知道 他的胜负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对不对 是的 他说 谁不能写 谁就失败了 那同学们来看啊 当你一个数写完了之后 对不对 任何因数都不能是黑白上已写的数 你的因数不能是黑白上已写的数 那我要问问大家了 这里面存在着谁是谁的因数吗 有的 谁呀 三和六 三和六 三是六的因数 换句话说 当你已经写了三 你就不能再写六 对不对 是的 还有没有呢 四和八呀 四和八 还有吗 五 没了 还剩哪些数啊 还剩五和七 还剩五和七 那同学们来看 三和六是有两个 不 三是不是有一个倍数 六 四是有一个倍数 八 对不对 那五和七是三拨的 他们俩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跟别人没有这种因数的关系 那同学们要想 假第一个写 谁有B上测评 这我哪知道啊 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碰到了这种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了 假有可能写谁呢 都三四五六七八都有可能吧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如果假写了三 嗯 那就意味着谁不能写了 没有啊 没有吗 嗯 是啊 他的任何因数都不能是黑板上 你写的书 嗯 如果想写了三 六就不能写了 六是不是就不能写了 是的 这时候还剩四八五七 四个书吧 是的 那如果想胜利的话 他得写谁呢 嗯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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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写八 不行 写五 写四 写四 诶 写谁呢 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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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写了四 八是不是相应的消失不见了 是的 不能写了 这时候还剩五和七 一人一个 那么 假就没得写了 那我们再来想一想 现在是如果假写三 那么乙就写四 那如果假写四呢 那乙写三呗 对称的 对不对 那如果假写五呢 我写七 诶 你写七 五和七没了 这时候还剩他们俩 对不对 是的 那如果假写三 已就写四 假如果写六 已就写八 那同学们 这道题最关键一点 你要弄明白 这里边每个数的地位 是不相等的 你看 五和七 可以把它们叫做独立军团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三和四 跟六和八之间 是不是相应的 存在的这种倍数关系 是的 写了三 就不能写六 写了四 就不能写八 但是写了六 可以写三 写了八 可以写四 所以三和四的地位 是一样的 他们都会制约着六和八 而六和八都会受三和四的制约 那么对于你来讲 他要想胜利 那就意味着要他希望什么呢 他希望最后胜的是 你有的写 我就有的写 对不对 是的 换句话说 希望胜的是一个对称的局面 那么对于你来讲 他希望自己写完了之后 留下来的是一个对称的局面 也就是说 假写三 你就写四 剩下 剩下的五和七 OK 同样的道理 四和三 如果五和七 他们是一组的 那么对于假 假以来讲 剩下的对称局面 就是三四和六八了 好了 在这儿 我们发现了 你一个一个列举 可以发现 三和四地位一样 六和八地位一样 五和七地位也一样 所以我们的规则就非常的简单 把它分组 三四一组 六八一组 五七一组 三四都分别制约着六和八 六八受三四的制约 而五七是独立军团 谁都不受谁的制约 那么如果假写一个 乙就写同组的另外一个 这样就能保证 只要假有的写 乙就一定有的写 当然乙就会有必胜的策略了 那么我们的第一位 其实就已经说完了 但是同学们想 这道题还有呢 如果是三到九 会是谁有B上策略呢 我们要很聪明哦 三到八的时候 你又B上策略 那就意味着 后写的时候B上策略 如果三到九呢 那也是后写的呗 为什么呀 你多数了 哦对 不一样啊 嗯 先写的 先写的 后写的 得看嘉佳老师的语气 是不是 是的 那同学们来想一想 这道题呢 三到九 你可以像刚才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的列纸 当然了 如果我们会偷懒 你想 剩三到八的时候 已有B上策略 是不是就意味着 剩三到八的时候 后写人B上 是的 那同学们 甲现在面临的是三到九 他能不能写完一个数以后 给他剩三到八呢 嗯 他只要写谁就写了 只写九呗 九 九写完了 对三到八有影响吗 没有 没有影响的 那就意味着 当甲写完九之后 是不是给你剩三到八 是的 这时候你变成先写的 甲变成 和我写的了 那你看看策略在这摆着呢 是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三到九的时候 就是甲有B上策略了 甲只要先写九 然后就要分读 一先打个 甲就写同读的 另一个就OK了 好了同学们 那么这道题呢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啊 你得把题目当中的胜负条件 读清楚 另外 实在搞不清楚 我就一个一个的去试验一下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对称的局面了 而如果给对方留了一个对称的局面 那你会发现 只要对方有的写 我就有的写 那么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好 同学们 我们这节课呀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我们数论类的游戏当中呢 同学们需要掌握的 当然是跟我们的数论知识相关的 第一 就是要熟练掌握数的整齿特征 那么第二就是这种互质和不互质相互之间的转化 而第三 要掌握的就是对称的思想 它会让你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了 同学们也可以去回忆一下 我们四年级当中 去讲 去学习我们的游戏对称一的时候 其实已经介绍过这种对称的思想了 而我们今天的重点例题 例一 例二 例四和例六 希望同学们掌握 好了 同学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再见啦 晚安 predictive 并不是 并不是 人